人到了70岁啊 其实就真正的进入了养老的时段了 很多到了70岁的人呢 就在自己的家乡养老了 也不怎么爱出去了 那就做一些呢 自己呢 感兴趣的事情了 我们说呢 现在进入了老龄化时代 那就是人越来越能活了 现在呢 我们国家的这个平均说明呢 是78.2岁 其实呢 就是说 那到了七八十岁 如果你好好保养的话 你活到这个岁数呢 是很正常的 现在50岁的人 都能称为叫中年人 就是年轻啊 正是年轻地壮的时候 到了60岁呢 你还能够 虽然说退休了 你还能够呢 发挥余热 但是70岁呢 就我们就养老了 但是呢 在70岁的时候 在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就得面临四个方面的问题 不得不去重视 为什么是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 在过去20年的这个发展当中 我国的这个人口结构 人口年龄 已经家庭的这个组成 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所以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前去做准备 今天呢 我们就来具体的聊一聊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呢 第一个问题 就是健康问题 健康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去重视呢 其实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讲 你比如说 你在农 在这个城市当中的老人 相对来说呢 要比这个在农村的老人 就是活得更轻松一些 养老呢 可能会更好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在城市当中的老人 在之前他没有选择 他只能够在单位里面工作 可能呢 就是年轻的时候 挣的呢 并不多 要知道吧 九几年才鼓励大家 就是下海经商 对吧 要搞市场经济 那在之前呢 那很多人在城市当中 就基本上就是在单位上班 然后呢 熬到了60岁以后就退休了 退休以后呢 就有退休金 可能之前的退休金很少 但是随着这几年呢 我们这个退休金不断的增加 那有些70岁老人 到现在一个月就能拿六七千 有的甚至是上万 甚至呢 比现在很多 年轻人上班的挣的都多 那可以这么说 在医疗条件的这个加持下 可能呢 自己呢 就活得呢 更轻松一些 但是对于农村的老人来讲 就不一样了 因为之前呢 我国的这个医疗保险制度 并不完善 对农村这块呢 那个时候几乎就没有 那在70岁的时候呢 你在农村养老 虽然说我们吃的比较健康 但是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没有这个医疗的一些 保障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更应该重视 自己的健康问题 因为重视了自己的健康问题 不光是自己身体舒服 那实际上也是不给子女后代找麻烦 因为现在呢 我们很多这个年轻人 当你70岁的时候 你的孩子大概也都是四五十岁了 那他们在哪呢 基本上就在城市当中打拼 对吧 如果你一旦出现了大的疾病 那作为孩子要孝顺你的话 要么把你接到大医院里面去 要么呢 就在农村还要回来看你 那其实呢 就是一个很当务事的事 所以呢 养老最注重的就是健康问题 健康好了 你自己也好 你的家人也好 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 对于这个70岁的老人来讲呢 就是保持充足的睡眠 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 不大鱼大肉 不酗酒 就是尽量的少抽烟 定期的做身体的检查 对吧 你学了 然后呢 你注重了这些健康问题 可能呢 你的寿命就相对来说 比较长一些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要注重了什么呢 就是经济问题 其实这个经济问题和刚才的健康问题是差不多的 因为在城市当中的这个老人可能呢 有一定的这个养老金退休金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自己这些钱都花不完 还可能呢 去补贴自己的子女 这就是养老金的好处 其实我在20多岁的时候 我根本看不上养老金 我就觉得啊 你那个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 但是当我到30多岁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如果你现在有养老金 那就继续交 因为你交的年限越多 那你储备的就越多 最终呢 你退休了以后 退休工资呢 就越高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 现在的这个延迟退休 其实对于退休老人是不好的 因为有很多人现在呢 已经即将年满60岁 那有的时候呢 他虽然讲的是说 叫什么呢 叫凭自愿延迟退休 有的公主呢 可能离不开你 你可能又要多做几年 那你多做几年呢 不是返聘的一个情况下 延迟退休啊 可能你就晚拿几年的 这个养老金 但总之呢 你有养老金 你就活的呢 比普通人要好很多 那对于农村的哪来讲 之前就没有养老金 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要做到呢 提前规划啊 就是呢 提前平时呢 多攒一些钱啊 以备不时之需 只有这样呢 你才不会给子女找麻烦 不会给自己找麻烦 包括呢 你要利用自己的优势 提前呢 去规划自己的这个 包括呢 你要提前的啊 包括呢 你要提前的意识到 对吧 你想要70岁过得好 那实际上 你在60多岁的时候 就该考虑 你70岁过什么样的生活 就提前规划啊 看看自己呢 还有没有某一项技能呢 或者说提高自己 能够呢 发挥余热 就是在你自己 这个身体情况 允许的情况下 还可以呢 继续挣钱 而不是说 你到70岁 你还得去工地上去干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在损耗自己 对吧 所以工作有很多种 怎么样去规划自己 是最重要的 那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 精神孤独的问题 这个呀 其实不管是 城市里面的老人 和农村里面的老人 他其实呢 都是一样的 这个呢 就是比较公平的 因为在过去啊 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口结构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呢 这个年龄也发生了变化 在我爷爷奶奶那一代的时候 那就是呢 大概就上个世纪 四五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 虽然那个时候 中国呢 很穷 经济落后 但是呢 他们生的儿女是足够多的 以前有句话是怎么说呢 就是要想富 对吧 多生孩子少种树 当时呢 是我们是农业社会 那我们这个家庭 想要吃饭吃得饱 怎么办 我们就要增加劳动力 于是呢 就多生孩子 在我们村里面 有七个儿子 三个姑娘的 这种家庭很多很多 那当时的老人呢 其实是很幸福的 因为当时我们养育孩子 实际上没有像现在这样 就是娇生惯养 我们就是自由散养 对吧 但是呢 结果这个存活力异常的高 可是现在你看有些孩子啊 你养的这么好 那还有可能出现各种问题 之前的老人呢 是不孤独的 因为呢 有这个孩子多啊 你这个孩子不回来 那个孩子回来 是吧 总有精神上的慰藉 但是呢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 从1982年 我们搞这个计划生命以后 一个家庭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什么问题 出现了我们的兄弟姐妹 逐渐的减少 尤其是八年后和九年后啊 都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那是独生子女的一个情况下 你想想 当你结婚了以后啊 也就是说呢 两个年轻人 要养呢 四个老人 你说压力大不大 那这个时候 你而且呢 下面还有孩子 对吧 如果只有一个孩子 还好 如果呢 现在放开了再生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中年人啊 就是八年后 四十多岁的两个人 他要养啊 四个老人 两个孩子 你说压力大不大啊 想要挣更多的钱 只能够在城市里面 拼命的工作 那忽略老人的这个健康 啊 就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了 所以呢 老人会感觉到很孤独 很空虚 所以呢 你如果想让自己在七十岁的时候 你活得更好一些 就要自己给自己创造快乐 对吧 你要有自己的爱好 有自己的兴趣 下下棋了 喝喝茶了 旅游了 等等等等 包括呢 啊 子女不回来看你 经常和子女保持着互动 啊 鼓励子女 对吧 因为在你的眼里面 啊 在老人眼里面 就是孩子永远都是孩子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能心里面呢 就能好受一点 啊 就怕有些老人啊 就是心里面产生的不平衡 又不与人沟通 最后呢 就是因为孤独而死去 他实际上没有什么病 就是因为孤独而死去 啊 所以呢 这个精神孤独上面的问题 一定要想办法自己解决 那还有呢 最后一个方面 就是养老的问题 啊 有的时候呢 说实话 啊 这个孩子啊 就是在城市里面工作的情况下 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顾及你 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吗 可能还说每个月给你多少钱 对吧 但是你想 他现在的孩子不愿意跟老人生活在一起 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一些看问题的 方式方法啊 包括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那最后呢 就是说啊 我们 你经济好一点的 你把这个老人接到城市里面来 那可能呢 你要多花一笔钱去买房子 你可能无力承担 那你不买的话呢 那父母就在农村 那这个时候养老就成了一个问题 啊 再包括呢 我们现在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未来的啊 这个人口啊 就是老年人只会越来越多 但是呢 年轻人少了以后啊 这就意味着 未来很多老人的养老都成问题 中国其实还有很多人是没有养老保险的 也是没有退休金的 那你想养老怎么办呢 首先就要了解现在的养老政策 看看能不能为自己争取利益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选择合适的养老方式 你是跟着孩子一起去养老 啊 还是说你要到养老院里面 还是说你自己身体能行就在自己的家里面养老啊 选择合适自己的 可别选错了 因为现在呢 有些老人老了以后啊 遭受到来自子女的嫌弃 他觉得你身上有味儿啊 他觉得呢 你这个行动不变啊 又好像呢 你打扰了他们的生活啊 那有的时候你选择错了 可能就是让自己呢 遭受到啊 很大的一个不公平 所以你在养老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选好 不管是城市当中老人 还是啊 这个农村的老人都一样 所以呢 你要在一些方面呢 就特别的注重啊 老人有老人的烦恼 年轻人呢 有年轻人的烦恼 但是呢 我们提前啊 当年到在65岁60岁的时候 就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且呢 尽大可能的去解决它 不给呢 子女找麻烦 好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